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让我觉得人生这五倍杂陈啊 后背发凉 一个15岁的小女孩 把她45岁的妈妈累死了 这个妈妈是个单亲妈妈 从孩子三岁一直自己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这一路上的艰辛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对孩子要求也非常严格 对考试成绩啊什么这些肯定都是比较苛刻的 可能跟孩子沟通的也不是很多 这个孩子15岁跟我女儿一样同岁 对 看完以后我真的非常感慨 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社会的制度下 这个孩子才会有这种想法 要把自己的妈妈累死 这一天她妈妈就是兴致勃勃地回家 她说要给妈妈按摩 妈妈觉得还挺好 躺在那儿 孩子就拿出绳子来 摆妈妈累死了 哎呀 真的是孩子是有有辈儿来 妈妈是一点防备都没有 妈妈这45岁的生命 一个孩子这心里到底是有怎样的恨 要精心设计摆妈妈一步一步的累死 事情发生后警察提问她的时候 她异常的冷静 妈妈对她要求很严格 因为考试没考好 担心妈妈责备 就是这样的理由就可以 就可以把妈妈送上绝路 勒死妈妈 我们对孩子教育一定要有这个 对孩子要讲这个生和死 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忌讳这个话题 不愿意谈 其实在西方国家里 经常要谈这个话题的 让我们孩子正确的面对生和死 记者又采访了周围的邻居和熟悉的人 背后的故事就慢慢的浮出水面 这个单亲的妈妈是个律师 强势又独立 独自抚养女儿多年 确实对女儿有的浓烈的爱 严格的要求 这个孩子的控制 这妈妈的控制欲 确实把孩子一步一步毁了 也毁了自己 最近这些年 这种新闻也确实很多 这个确实教育的目的 不是把它培养成才 而是要把它培养成人 这个是我们所有做妈妈都是应该了解的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惨剧给我们做父母的 也敲响了警钟啊 就是让孩子先做人 孩子要吃得了苦 耐得住压 做一个有韧性的人 而且我认为最主要的 就是让孩子要是懂得感恩 感恩父母的培养 感恩父母的教育 还有和孩子的沟通 不能让孩子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下 你孩子压力太大的话 尤其现在这孩子对这个生命没有敬畏心 他是会把这爱 转成了这个非常深的一种恨 所以他才下去这种毒手 才15岁的孩子 花一样的年纪 我们 就是我认为这个感恩的心 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品质 不知道感恩的这个子女 确实这个比毒蛇的利刃 更能这个咬痛人的心 尤其这种对妈妈都可以吓得了狠手的孩子 真的是一种 这个社会的悲哀 确实我们捧出了全部的真心 却成了你最恨的人 作为一个妈妈 真的是我认为确实很失败 想要孩子考这个学校考那个学校 你先叫孩子懂得感恩 先跟孩子成为朋友 跟孩子可以交谈 在孩子失忆的时候 在孩子痛苦不高兴的时候 能跟孩子沟通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可好 没有看到孩子长大 孩子先被你杀了 这真的是 作为妈妈 我真的是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生命是最可贵的 所以我们对孩子教育 生和死 都要跟孩子说明白了 要让孩子对生命有一种敬畏的心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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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